接下来有请本场的下一位歌手 登台 两项 我不是明星 我是阮盈颖 我的明星家人是我的老公 拳击冠军 邹世明 请问 阮盈颖 上一期你的名次是 第二名 第二名 你怎么看这个成绩 我很开心 因为我第一次来 得到大家的热情和认可 所以谢谢大家 请问 你觉得 谁最有可能 晋级总决赛 我希望是我自己 你希望是你 对 你现在觉得还有这种可能吗 你现在是第二名 有 有吗 一切皆有可能 有 好 一定有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蓝盈盈 请登上 属于你的舞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 queen politely I guess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a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Already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The fi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The fire I am the champion And you gonna hear me roa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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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nna hear me roar You gonna hear me roar On the fear Open the shooter I got the obtuse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The fi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So I am the champion And you gonna hear me roar And you gonna hear me roar 酷 好有力量 赞 来 我们掌声送给 阮盈盈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喜欢 我在美国练过 我们上期节目说过 她的丈夫对邹世明是咱们主 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 第一位拿到奥运金牌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跟我们介绍一下 既然你是她妻子 私底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 做体育的人比较大大咧咧 可是世明她在私底下 其实比较腼腆 然后最重要一点 她有点洁癖 邹世明是洁癖 对 洁癖我也有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穿的衣服 然后她走到家门口 一定要脱下来 然后拍干净 然后不会穿进家 然后再在家里 再重新换一套衣服 所以你每次回家 一定是在门口换衣服 对不对 对 对 必须 就在门口 对 是的 我们家门口就有好多 立的衣架什么的 就不换衣服 全部脱下来 全部脱下来 对 然后换一套 就备好的家居的衣服 她说 不可以把外面的脏东西 带回家脏爸爸 天哪 对 她很洁癖 比如说因为我是长头发 我想在座女孩子 肯定有经验 我们爱掉头发嘛 对不对 那她就不能看到 地上有一根头发 哇塞 这么严格 所以我每天 我必要在 比如说固定的地方 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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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梳好了 好 让我出去 把头发都剪干净 我出去 然后她比如说 忽然发现地上有头发 呦 那有根头发 我赶紧过去剪 是谁剪 你剪 她剪 我剪 所以我们家是反的 真的 我是那个男孩子 她是那个女孩子 哇 好 世明 周世明 你听到了吗 喂 欧哥 你好 你好 我是世明 哈哈 你好 你好 我都听到 都听到了 哎呀 哇 她说了她老公都听到 她老公会生她的气吗 啊 也跟观众朋友们 大家问个好 哎 我们掌声 掌声送给 送给 送给世明 谢谢 谢谢 哎呀 哦 原来没想到 这个在场上这么 这么叱吵风云的 那么个硬汉子 在家里居然是一个洁癖 我听到这一些 我真的觉得 我必须要为自己平反 确实我 确实爱干净 但是没有她说的那么 太离谱了 世明 哎 你们两口子都在这 那正好我提几个问题 我们来对质一下 好不好 好 看你们口径一致不一致 如果跟事实有出路 对方可以辩解 好不好 好 来 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 你就是威胁对方 第一个问题要问到 周世明 请问世明 你们家 谁管钱 当然是她了 我每个月的工资 以前的工资 现在我的每一笔奖金 都是直接由她来分配的 因为她也是学财经的 所以说她对 学财经的话 好 第二个问题 来 这个问题两位 夫妻二位都要问到 我先问世明 他说你们恋爱那会儿 其实就是 一直是两个地方分开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世明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哎呀算了 这样太辛苦太累了 想结束这段恋情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是 她是从来没有 但是她 经常说分手 她经常说分手 对呀 就是她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两个 吵吵嘴 分手 吵吵嘴 分手 就经常分手 然后最厉害的是 最离谱的是 有一个月跟我说七次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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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真的 就是一个打架的 一个穷小子 有那么一个漂亮 高学历 啤酒好 然后 这天那个女朋友 和我谈恋爱 我真的很满足 很多人也很羡慕 但是我们当时 两地分居 所以 我也怕 耽误她 也没有这个自信 然后有时候一吵架 我就可能想象 她可能 不会最后 就会选择我 所以说 那是过去式了 对不起 我 其实听得出来 她的分手 其实是 某种程度 是不想拖累你的感觉 其实可能有一点点 没有安全感 和缺乏一点点 小自信 看了上一期 就应该了解到 其实 阮炎炎跟邹世明 两个人 这一路走来 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 送给这对夫妻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世明 接着我们电话联系 再忙也要保重身体 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谢谢你老公 来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一路走来 我们知道 世明是一个 现在是个职业人拳手 他真的蛮担惊受怕的 我们没有处在 他这样的地位 你很难去感同身手 我们来看一段 VCR 金腰带比赛的录像 中国选手邹世明 迎来自己人生当中 第一次向拳凹 金腰带发起冲击的机会 拳击史上 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哇 哇 周世明的气质 染赢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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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龙龙这个动作应该给警告的 这是一个主动发力的摔 最后一个回合 距离周世明 创建自己的时代 的每一刻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围态挺清楚 好像是117比11吧 2-1-11 All to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恐怕这个结果 对于 龙龙来讲 自己也是 想不到 这样比赛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 好像最后是 是明是一点数 对 是吧 对 一点数 点数没有能够拿到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但是不怕 像他说的 我们中国人 不怕 嗯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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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不怕 作为妻子的女怕吗 怕 你在台边 台窗你在想什么 其实他没有出场之前 就是大家都会欢呼 等待他出场 可那时候 我是最害怕的 就是所有人都在呼喊 都在喊 自如明 自如明 可是我最害怕 我就只要他平安就好 平安 但是 我得跟你说几句 可能不是特别 重听的话 你知道阿里吧 拳王阿里 我记得那次是在 洛杉矶奥运会上 他最后出来 他其实是 一直在 就是拳击的一个后遗症 帕金森 对 你有考虑过这事 当然我们希望这事 不发生在 市民的身上 可是 他可能性还是有 其实我 我知道 这种可能性的概率 可能还会有一点点高 其实我 怀第二个宝宝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美国看到了一本杂志 那这个杂志上就描述 对帕金森的治疗 是 这篇文章写到说 期待血 有可能可以治愈这个 所以我们第二个儿子 给我也带来了希望 所以我剩下他 我就保留了这个期待血 挺好心 我希望我们以后都不会用到这个期待血 因为我希望他一直都健康 平安 然后他还有很多角色要去演艺啊 不是只是拳手 还有爸爸 还有我的丈夫 还有儿子 还有可能他的朋友 对不对 他还有一个社会角色 我想他可以 不打钱以后 也还可以好好的像大家一样 快乐地享受人生 我不想命运对他 那么残忍 我想他可以 像大家一样 快乐地享受人生 可是他娘好香啊 我要哭啊 不漂亮了 你好 世明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世明 来 来 任意 没事 这块是留给你 这块留给你的 我不想用它 我不想用它 因为我们全级运动员只要站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坚强勇敢的 但是我今天确实也很感动 然后我真的把这一滴眼泪然后献给这个舞台也献给我爱人 我唯一在赛场上哭的就是08年奥运会那第一次那块金牌 我承载了很多压力终于拿下了 我觉得那一刻我有资格哭了 他就是用他的拳头打出了中国人的尊严 中国人要这份骨气 可是今天要到这个舞台上示名 好像男儿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柔肠寸断的时候 他刚才说的期待的事跟你说过 我现在知道 之前我不知道 我首先很感谢我的老婆 也感谢我的孩子为我保留了这一个期待学 但是我觉得我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普及 他精神并不是因为打球权才有这样的病症 没有必然性 对 但是我相信我会更好地保护自己 也请你们放心 这个真好 我就想问 你去比赛的时候 我们换作常人会这么想 去参加这么紧张的这种职业比赛 老婆就不要去了 你怎么还会让他去 其实我一开始我是不愿意让他去的 因为他从奥运会转到职业 他的危险性会加大一些 对对对 但是我就 我就每一次都不希望他在现场 因为我在打的时候 每回合我走到我的角落的时候 我都要跟他有个衍生交流 我就坐下来 我说没事 老公好 很好 所以说 但是经过一次两次以后 我才发现 他没有去的时候 我反而更 心里没招没闹的 空了一块 但是现在他已经非常棒了 他不但还可以投入到比赛里面 他还给我在底下喊战术 因为他的声音我最熟悉了 从万个人的掌声 叫喊声 他的声音会直接进入我的耳朵里面 那你要也成半个行家了 对 什么左勾右直之类的 是 我学拳击是为了我觉得我可以更懂市民 然后他们在布置战术的时候 我可以听得明白 他在场上的时候 我想就好比他多了一双眼睛 多一对耳朵 多一张嘴 我想是这样 真好 关键是多了一颗跳动的心 对 多好 娶妻如此 夫妇何求 其实市民真的很体贴 是的 不光是来了 还给做了一个礼物 对 还有个礼物 Surprise 一个Surprise 那这样 这个礼物拿上之前 我们来看看制作礼物的过程 来看一段短的VCR 啊 绞尽老子 我到底为他做什么呢 我好像曾经做过一道菜 我妈妈教过我的一道菜 叫做红薯大牌 OK 我们去买大牌 那我们要找猪肉摊 走 老板 请问有大牌吗 期待吧 好吧 现在开始 第一 我觉得这 最主要的是 我能亲手做一道这样的菜 来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陪伴 我想今天能够 在现场 然后让他尝一尝 我做的这道菜的味道 现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都在回忆我们 曾经的点点滴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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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糊了 第二块 好 可以了 我们就继续进入下一环节吧 然后我们把一些 葱和蒜 葱和姜 来做一下 先放点糖 酱油 较酒 再放点蚝油 放点水 可以闻到香味了 对吧 刚才的大牌放进去 让他入味了 哇 好 好 好 味道有 而且色相 卖相也不错 好 那我们准备出锅 行 哇 这也是我精心摆的一个盘子 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汤汁浇在上 不知道味道会怎么样 因为我也没尝过 喜欢 你喜欢 谢谢老公 谢谢 来 我也没尝过 但是我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这块给你给赢 来我替你拿着 你拿着 你拿着 好 好 味道怎么样盈盈 不管好不好吃都带在一边吃 对对对 好吃 真的真的好 真好 希望继续能够听到市民的这种 比赛啊 各方面的好消息 我们已经捷报 拼穿 对 谢谢 加油 谢谢 谢谢你 谢谢